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前我刚有一次刚考到驾到没多久 第一次过年开高速公路 你知道那时候完全没准备 就塞在高速公路整整12个小时 到不了目的地 你知道那时候我觉得这样 你只有两种准备 一你就要准备替代道路 二你就要准备便当 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在高速公路上 成为第一个饿死的人 你没有落口还一天不吃不会饿死 因为没办法下交流道 所以我觉得这次过年 其实有很多的疏导方案 但是相信也有很多这种 第一次要上高速公路返家的人 对于这些替代道路 我觉得一定要非常的去了解 正好这些道路 其实说真的我还真的很熟悉 因为常常塞住 常常塞 因为我大概平均一个月 都要下南部一到两次 所以这些路其实很多时候 它平时就是塞着 对尤其我们看第一个 国一国三都是新竹到彰化 这个每天走的人大概都知道 新竹对 你其实不用到新竹 国三大概 国三的话大概关西就开始塞了 那国一的话 大概你过阳梅开始 就是不会动了 对然后就一直 你就知道那个大下坡 三亿都不会动 这时候其实你可以接西兵61号 这个是什么大家都知道 西兵现在已经通车 全线通车 号称是穷人的高速公路 我们骑大行重机的 常常也用这一条路来南北来往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这个路是非常的熟悉 但是这个路现在有区间测速 但是在高 我记得在这个所谓塞车的时候 一般的时候 这一段是比较名车 但是到过年的时候 这一段车会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这是指新竹到彰化南投段 这一比较长的这一段 你去走替代道路 还是会比你走国一或国三 来得快 因为这一段的交流道的密集度 住宅密集度很多 所以很多人都要从这交流道下去 所以这一个六一作为替代道路是非常适合 尤其东西向的时候 因为国一国三一个是海线一个三线 你可以用台76来做一个贯穿 其实台76还蛮漂亮的 如果塞车的话不妨看看风景 但是呢我们把它距离缩短一点 就是大雅至圆岭啊 这个双向南北都一样 国一的部分 可是这一个也是平时就很容易塞车 平时上下班时间它就很容易塞车 这时候我们都知道台中的环状道路 有几条特别的方便 比如说747276 甚至从北到南 大概有这三条的环状道路 东西向的 它可以疏解一些交通 最重要的是它还有接到所谓的台一 台一线其实是以前南来北往 最重要的一条 所以如果你真的塞到的话 到台一可能还可以休息一下 但是台一的红绿灯真的很多 所以基本上是非不得已 你去走这一段 不然的话其实这两个 其实在过年的我的经验来说 差不了太多 再一个我们再把它缩脚往北走 到土城 到关西 这个我们刚刚就讲到 这一段本来就很会塞 这时候你可以接台三线 这时候台三线虽然不宽不大 但是它车流量算少 不过这一条的路很长 也就是说其实这一段 如果你高速公路不塞的话 其实速度很快 大概二三十分钟到 这一个如果不塞车 大概都要花将近五十分钟 这一条路 所以它是绕一个比较大的路 但是对于有幽闭恐惧症的人 密集恐惧症的人 你宁愿让车子可能有缓速移动 比如40公里 像我之前也常会走这一条 就是虽然你路是远 但是你不会停在那边不动 心情很不好 它至少会缓慢的移动 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点红绿灯 因为这是山区的道路 那国山 抖六到雾峰北上这一段 这一段是特别会塞 但是它的选择很少 你直接只有走 抖六的交流道下台山 然后从雾峰交流道上去 其实它就是一个中间 避开最塞的那一个 其实我上次有走过 两边差不多 这时间差不多 那其实这一个 不用讲了 这个其实大家都很熟 你到宜蘭去 就是旧路就是北宜公路 另外一条其实还有 滨海公路 不过你走滨海公路 一个半小时 其实你还不如去走 以前的所谓的北宜公路 其实这一段长 大家都在塞 所以大家应该对这条路 很有感觉 对 以前又有高承载 那其实其他的路段 其实大部分跟前面 我们讲的路段 已经有重复了 可以在大家 在上高速公路前多参考 那当然台中以南 其实1号国道 就是台南到高雄 这一个几乎无减 其他的地带道路很远 台南到高雄 你走1号省道 其实也很远 17也很远 所以他的 你就慢慢塞吧 但是国号3号的这个路程的话 他可能车流量 我觉得他在过年的时候是车多 但是速度还可以维持一点点 他不算是一个大的平均点 所以台中以南 我们大概就不会说 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疏导的路线 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安排一下 这个疏导的路线 当然为了要疏导 在这个连续假期啊 就是拥塞的交通 所以呢其实高光局也推出了 所谓的五大疏运的措施 那麦斯到底这五大疏运措施 是有哪一些呢 没有错在这个春节期间 其实整个交通状况的这个主战场 第一个就是在 当然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第二个我想大家非常清楚就是说 大家知道今年这个 树花改通车之后 我想到到花莲旅游的这个人也蛮多的 所以今年的这个 国道的这个部分呢 他有做出的这个五大的交通措施 那其中有一些呢 是大家蛮熟悉的 比如说他有所谓的扎道移扣 扎道封闭 或者是这个免费的这个路段 以及呢 甚至一些高层载的管制 首先我们现在讲 在这个高层载管制的部分 今年的高层载呢 比较特殊的地方是 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是1月23号来讲 那些是小棉业 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多人呢 他应该也可能在 22号也是在礼拜三的时候 他已经先请了他的年假 就是说他把这个 返乡的这个时间呢 稍微拉长一点点 所以今年的高层载管制 基本上他在南向的 南下的 我们要回到高雄那个 往南的这个部分 基本上他是没有高层载管制的 唯一有高层载管制 是说从初三开始 就是说搭北返 准备开始要去旅游了 准备开始要回到台北 要回到公共感会的时候呢 到了初三的这一天来讲的话呢 他才开始会有所谓的高层载管制 第二个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说在高层载管制的部分呢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 要往这个宜蘭这个部分 也就是国道5号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等一下窒息呢 他会有一个更 更清楚的一个说明 此外的第二个呢 我们要讲说呢 今年呢 比较特别一点的就是说呢 他有这个开放路肩 可是呢开放路肩呢 这边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陷阱就是说 他现在除了就是说 过去我们讲说 在桃园这一段来讲的话 平常他在一些下班的接风时间 他就有开放路肩嘛 可是呢在这个开放路肩的这个部分呢 他有个 比较大的陷阱就是说 如果说你看到这个指示牌 他的路肩就是说 路肩通行 指线出口车辆使用的话 这个时候你是不可以去走这个路肩的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用户人会讲说 既然路肩可以开放了 我就等到快要到这个扎道口的时候呢 好吧 我再切回原来的车道 这个目前呢是被列为这个所谓的 国道交通大队是一个重点取利的项目 因为你瞬间的这个变换车道来讲的话 你会影响这个车流的进行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那第二个比较特别是今年才有就是说 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 因为国道5号呢 由于很多人他喜欢说 我从这个北部来讲 后来到江西做个所谓的轻旅行 泡个温泉来讲的话呢 他会希望说你多做大众捷运系统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他的这个路肩是开放通行的 不过呢他只限大客车通行 一般的小行车你是不可以走的 那此外呢在这个扎道移控的部分 扎道移控的部分呢 过去我们常常会发现就是说呢 在扎道移控来讲的话呢 他就是我就跟红绿灯一样 我每隔20秒我就放一次车 可是呢这一次呢 我们这个交通部呢 他就是所谓才一个精进式的这个扎道控制 什么叫做精进式的扎道移控呢 过去呢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控制来讲的话 就是他就是比较机械化的 现在他会试这个整个路况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车流量多了 那我的这个可能停止的时间 就稍微长一点点 如果说我现在这个路况呢 他根据大数据一个分析来讲 我现在这个交流量的状况不错的话 那他一次的放了这个车子 就会多一点点 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你如果是塞在交流道 这个扎道口的部分呢 这个用路人呢 你可能要在这个特别的注意一下 此外呢在这个收费系统的部分 过去我们的国道来讲的话 会有所谓这个20公里的优惠期间 在春节的这个期间来讲的话 是全部取消的 可是呢他为了要鼓励你就是说 因为高工局呢他常常都鼓励你说 你如果从南到北 你要走长途来讲的话 尽量利用到国山 因为在国一来讲的话 他的沿线会有一些比较多的景点 比如说像那个南投啦 或者说像阿里山这个部分 所以他希望说你如果说 假设你要从台北到高雄来讲的话 尽量走国山 所以在这个收费系统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收费是单一费率 所谓的单一费率就是说 我希望鼓励你走长城 所以当你的通勤费累积到240元以上之后 我就可以打七五折 所以呢他现在就鼓励说 好你如果走国道3号尤其是在这个 新竹系统到燕潮 也就是说从新竹到高雄这个部分 甚至非常长的一个旅程来讲的话 你除了打七五折之外 你的总价还可以再打八折 所以这个相较起来来讲的话 会稍微的划算一点点 以上就是这整次 在这个高速公路来讲的话 所做的一个国道的交通 一个疏导措施 刚才我们看到的 是在全台湾国道上面的疏运措施 可是向来呢 是旅游大热门的宜兰来讲 如果观众朋友 你在过年的期间 有计划要前往的话 可要注意咯 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 有哪一些疏运的措施 大家要注意的呢 智希 没错 在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觉得自从学岁开通以后 宜兰一直都是一个 不只是假期啦 包含周末都非常非常的拥塞 因为确实缩短 很大幅度的缩短了宜兰 跟台北市街 那至于在这个国道5号 一定会是 基本上每一年过年啦 都是塞爆 那当然政府也针对这个国道5号 春节期间有做了一些调整 首先讲到这个高盛宅的部分呢 就是从初一开始 因为基本上 你如果回家过年是回宜兰 老家宜兰的话 应该量不会太大 那基本上大家应该也是 初一才会开始出去玩 对那往东部跑的话呢 其实你从初一一直到初三 七点到十二点 就是几乎整天啦 都是有高盛宅的限制 这是南下那在初三开始 大家要北返嘛 晚晚要回回可能回北部啦 或是去西部上班什么的 就是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九点 这个时间就是我觉得 这个做的还不错啦 就是早晚 那刚好算你就是 因为其实 例如你看哦 现在的周末 可能礼拜六的一大早 雪水最塞 往南最塞的 那礼拜天的可能下午中午开始 往北的雪水就会塞 但是相反的对象就比较没有车 所以来玩跟回家的那个车流 落差很明显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的奢侈还不错 一直到初五 大家可以记一下 那在这个费率 国道费率的部分呢 因为全台湾的国道 春节都是单一费率七五折嘛 那也没有一台20公里的这个优惠的里程 那但是他每天的零到五十 全线双向是暂停收费 就鼓励你避开尖峰时间半夜开车什么的 当然试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那在这个开放路肩的部分 宜蘭至头城北上的路段 就是你从国道五号从宜蘭 南洋平原进雪山隧道的这一段 宜蘭到头城大概已经算上半部的三分之一了 过罗东以后 在这个地方呢会机动性的开放路肩 但是其实也和麦斯科刚刚讲的一样 就是有一些你的只能往出口啦 或者是不能随意的并入 这些很多的限制 都是跟台湾的目前现行法规是一样的 那会市交通状况采取管制措施 其实现在的周末 国道五号已经有很多的措施 就是所谓它的措施就是概念就是 慢进快出 就它会限制性的截流 就我这个交流道先挡一下 可能挡个三分钟 那等稍微车流少一点我再放 但是出口就不会嘛 所以可以稍微调节一下这个系统 那其实除了高速公路的部分啦 那政府其实也有做一些 鼓励你去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 例如说它的路边停车都会停止收费 就鼓励你车停着 你去做交通工具 然后它的一些公车都有 八六折八七折左右的一个优惠 所以再加上啦 如果你现在是想要尝鲜 去走苏花改啦 现在也有客运了 以前是只能坐台铁 现在有客运 而且它从罗东到苏花 就是所谓的市区的客运 也都是有做很多很多的折扣 就是鼓励大家你就是都往 大众运输方向去走 那其实呢跟大家讲一下 以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样看是一个 南洋平原 国道5号在这一条的话呢 其实呢 2号的滨海线跟台九线 这两条都是很好的一个替代道路 因为其实乃哥刚刚有讲嘛 其实西部的替代道路 最大的缺点就是红绿真的多 那其实宜兰的部分呢就相对少很多 但是国道5号在上面 你难保他会不会你上去就塞着 就下不来了 对这个比较难去预测 但2号跟9号其实通常 依我的经验都会算很多 就是在这种假期的期间 而且我觉得最讨厌的是 如果你是北上都要排队 那插队的状况 现在警察取地非常的严格 所以基本上那个车流一排 就是像那个年后大街 你就看不到底 你根本不知道车排到哪里去 然后都没有在动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很痛苦 你不如就稍微 这个台队线台九线 找替代道路 对替代道路 我觉得就会是在宜兰啊 或者是你前往苏花改 比较好的一些配套措施 不过春节期间呢 大部分的消费 大部分的驾驶者 其实还是会选择国道来 就是比如南北往返啊 或者是出游 所以呢我们也帮大家整理了 如果说你在春节期间 你要出游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有一些行车的大补帖 到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让大家可以比较安全呢 可以安全的往返 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点啊 叫大家选择正确的车道行驶 那正确的是什么是正确的车道 没有开放路肩的地方 你不要行驶路肩啦 大车有大车限定的车道 小车有小车限定的车道 再加上刚刚麦斯跟智希 都跟我们分享 国道这次在这个春节期间呢 会有一些路段 是限定可以开放行驶路肩的状况 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因为像国武的这个宜兰这一段 头城这一段呢 其他的路肩是开放给什么 开放给大客车行驶 你不要看到大客车开去路肩 你也跟着开去路肩 我告诉你你就很嘴 准备吃3000块钱的这个罚单了 那还有啊 你必须注意啊 比如说国道沿线路肩开放的里程 到底是几公里到几公里 你要搞清楚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提早下了路肩啊 提早呢 路肩已经关闭了 你还在行驶路肩 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又要吃3000块的罚单 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基本概念 还有一个概念 我们要再跟大家好好沟通一下 国道最内侧的车道啊 叫做超车道 所以如果你没有超车的状况之下 请你行驶在第二车道 第三车道 第四车道的状况 把第一车道 留给超车的人来去做行驶 因为我们发觉很多驾驶人呢 认为我一上高速公路 我就急着从这个交易道马上 啪横越五车道 我要跨到最内侧开车我才安心 然后呢高速公路限速是多少 100公里 反正我就100公里定死在那个地方 后面的人要超车 我也不是啊 我就是要开在最快最中间这个车道 其实这不是一个安全的概念啊 所以Eric在那边呼吁大家呢 把超车道给让出来 千万千万记得一定要把超车道让出来 再来我们看到遵守限速标示的指示来行驶 怎么遵守呢 其实现在国道整个路段啊 非常多的路段 有的路段限速90 有的路段限速100 有的地方你可以开到110 那在这个速度骤变的这个当下 前方通常会有警车啦 所以如果当你发觉这个限速牌 突然下降 从110变到100变到90的时候 你一定记得要把刹车含着 维持在法定的限速内 你才不会容易吃罚单 那再来第二点 遵守限速标志 不仅仅只是说不能超速而已啊 其实我们在开这个雪山隧道的时候 常常听到广播啊 广播都说 请尽可能加速 请尽可能加速啊 雪山隧道现在限速是90公里啊 我记得它刚开通的时候 没有那么高的限速 可是很多人还停留在旧观念 所以一进去就开了70 其实每次大家进雪山隧道 我相信观众朋友都有经验 独一把 开左边还是开右边 因为你进去隧道里面 就不能再变换车道了 有的时候你就会发觉 怎么我这边特别慢 旁边都一直跑 因为前面有乌龟车挡在那个地方 那你就没有办法超车啊 所以它雪山隧道也会广播 说请你们维持在 请加速请加速 本隧道限速90公里请大家加速 所以遵守限速标志这件事情呢 有一半啊是告诉大家 你要维持在法定的最高速度来去行驶 才不会造成这个车辆的这个拥塞 再来保持安全距离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观念 怎么小车 就是你的车速是100的话 你就除以2 你要与前车保持50公尺的安全距离 这是最安全 那么大车呢 就是你的车速如果是100呢 减掉20 也就是说你要与前车距离80公尺的安全距离 才是一个安全的距离 你才有机会煞车停了下来 不会造成意外事故 那当然怎么样在高速公路上面 辨识这个安全距离 其实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 有很多的这个 有的时候你开到高速公路上 你会发觉上面有横向的这个通道 然后他们就会画一条一条的横线 它是让你去辨识安全距离的参考 还有在高速公路左边 不是有那个黄色的 像那个就是有反光的那种牌子 每一个之间就是10公尺 每一个反光标志 上5个就是5 对 上5个就是50公尺 对对对 事实上在高速公路右边 你会有这个里程数字 数字牌 它是到百公尺的 百公尺的一个这个设计 所以其实在跟官方们讲 如果你发生意外事故 警察来问你是南上还是北下 我想这个部分大家都不会搞错 但是他大概搞不清楚 我现在在几公里处 对 说我现在台南要回去台庄 那警察怎么找你呢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往路肩看 路肩的这个牌子 有个绿色的小牌子 就会告诉你 现在是高速公路北上的几K 那再来注意小心变换车道 我想刚刚这个智希也讲了 塞车的时候呢 大家都很想要挤来挤去插队 其实这时候呢 也很容易动怒 尤其是在停着不动的时候 大家都会不耐烦 所以呢 尽量的小心变换车道 那甚至一定要这个确实的 使用方向灯啊 在超车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到后车安全 你不要急着超车啊 距离这个你的右后方 你要超过他的车 你已经在快车道上 你要超过他的 可是你没有维持感觉 你就这样啪切过来 可能会造成人家的一个 这个心理的紧张 那这个时候很容易就发生意外事故了 好 其实我们刚才帮大家整理的这些 如果说观众朋友 你记不住的话呢 现在因为大家都手机不离声 而且到处都有网路的状况底下呢 我们其实可以利用手机的一些APP 让你能够轻松的掌握一些交管的措施 那麦思是不是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有哪一些APP可以运用呢 没有错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出门 几乎是人手一季的时代 那除了说大家最常用的 我觉得应该可能就是 所谓的Google Map这个东西 可是其实我们的交通部 不管是公路总局或者是高工局 他其实都有设计蛮多的 这个所谓的专属APP 像我们这一次如果公路总局来讲的话 他就有设计一个叫所谓的这个 幸福公路ABP 那这个很多人他可能会跟这个 国道公路局 他所设计的这个所谓的 高速公路1968这个APP 设计会稍微不一样 那其实讲简单一点 就是这个1968这个部分呢 他的这个APP 他就是专门是 高速公路使用的 所以当你在要查 比如说我现在到了新竹 或到高雄 要去玩的时候呢 我要走高速公路来讲 我就可以透过这个APP来 去看一下说我现在这个整个的 这个时数是多少钱 那可是呢 假设说我已经到了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呢 我要看这个省道的状况怎么样 比如说我现在到了南投区 我想要到这个 河湾上面去看有没有雪景的时候呢 你这时候就可以开启这个所谓的 幸福公路这个的专属APP 因为它这个APP 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去 去截取这个所谓当地的这个 路况监视器的这个画面 哦 机械路况啊 是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你要到这个 比如说武岭你要去上学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说到底有没有下去 我应不应该要准备学练 可是你到了现场来讲的话 你可能在做准备的时候你来不及 这时候呢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即时路况之系统来看的话 第一个你可以看有没有塞车 第二个你看就是说 这个路况我的车子可不可以上去 所以我来讲说这个部分呢 是蛮好用的一个工具 而且呢另外一点就是说 刚才艾大爷讲了 我如果说假设我今天在出油的时候 我不幸在国道的时候 发生一些事故状况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去告诉警察说 我现在这个的路段是在哪里的时候 其实你透过这个APP来讲的话 他有整个报案的功能 当你透过这个APP去报案的时候呢 警方他就很快就会定位到说 你现在的位置在哪边 这时候呢他就会提供必须 适切的援助到你所在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说下载这两个APP来讲 因为又是不用钱 而且我觉得使用上面也是非常的方便 在这个图字上面 他又是整合大家比较习惯 所谓的Google Map这个图字 我觉得在这个界面上的使用的 这个救手度也相当的不错 而且我们其实在过年期间啊 除了能够善用这些手机的APP 能够轻松掌握所有这个交通的状况之外呢 其实如果说有很多人可能在台北工作啦 然后尤其在过年的时候 可能会返家去还原嘛 那一家子当然整车出游 都是非常的开心的 可是呢 通常开车的驾驶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如果又遇到塞车的话 然后全车都睡翻了 这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说 到底副驾驶甚至于乘客有哪一些NG的行为 是大家真的不能接受的 乃哥你有沒有这样的经验 你觉得你最不能接受的是 你在开车的时候 副驾驶或者是乘客做 他们做的哪些行为是你觉得不行接受的 其实我觉得这边有两个啦 第一个我觉得是睡觉会影响驾驶人驾驶的情绪 会很想说大家就一起睡 所以我觉得睡觉最好还是留一个人陪我聊天之类的 但是聊天就会 我最讨厌的就是小事害怕尖叫 因为像我们开车可能就要很专注 譬如说你三个后视镜要看 你的仪表板要看还有注意路况 其实这是每一分钟驾驶人都应该要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像我们这种对不对 这种可爱型的 那小事一叫随便叫一下 我们真的要找骰工晾晾晾晾才能回魂 会吓到 吓到的时候你就会马上看说到底什么事情发生 而且不只是这个所谓的副驾驶 有的时候遇到那个车子大按喇叭也会 紧急刹车声音也会 都会造成驾驶的这个精神的紧绷 所以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说乱按喇叭 或旁边的人小事尖叫 所以这个部分是你觉得尖叫声绝对是无法容忍的 那智希你呢 其实我觉得睡觉跟玩手机我都可以接受 其他三个我都不能接受 这奇怪了 抽烟一定不行嘛 自己的车子的这个卫生 那小事害怕尖叫跟庄会疯狂指挥 这个我觉得啦 我觉得这两个通常有这种性质的话 应该两个都有 因为二合一 对 然后例如我举个例子 像我妈 我母亲大人就两个都有 那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出游 我们住一台那种七人坐的车 他坐在副驾我开车 然后就会 欸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欸刚刚是不是超速啦 前面那边要右转 右转啦先切过去 就一直这样子 然后我就 我知道我等一下会怎样怎样怎样 这个你在旁边指挥 除非你是暴露 就是导航等一下怎么走 你要限制他 切哪个车道啊干嘛干嘛 我觉得这个会疯掉 那后来就有点小吵架 那七人坐嘛 我就叫他去坐第三排 就比较远听不来到 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干扰驾驶这样 欸真的耶 如果你坐在副驾驶座暴露 然后又暴坐 然后又喜欢指挥驾驶的话 的确驾驶人会心情不太好 那么艾大你呢 因为你通常都是在这 两个小朋友嘛 还有你的老婆大人 有时候可能要带个丈母娘之类的 他们会有这些行为吗 其实我的副驾驶不会有别人 只是我只有我太太而已 那第一点疯狂装指挥呢 我太太基本上她不会干这个事情 第二个呢小事害怕也尖叫 我太太坐在车上 基本上少跟金 她从来也不尖叫 那再来呢抽烟 其实我们都不抽烟 所以没有这个影响 睡觉的部分呢 反正我太太是肯定要睡觉的 所以我也觉得很习惯 我觉得 我比较在意的其实 除了手机第三点这件事情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还有第六点 我比较在意的是 其实是另外一点 是这个管我听的音乐 因为我太太 她都喜欢听一些抒情的歌曲 那其实抒情的歌曲 对于驾驶而言 很容易睡觉 是催眠的 是催眠的 所以我每次出游的时候 我都听一些 叮叮蹦蹦的歌这样子 然后呢就这个 比较不容易睡着嘛 那后来我太太都说 你听这个歌我实在受不了 因为我都听那个80年代 90年代舞曲 她说这个歌她都没听过 她还没生出来 所以她就一直要听一些抒情歌 那时候我就很痛苦 可是现在有了小孩之后呢 小孩上车 妈咪我要听鲨鱼歌 我也只能一路都听 同一条鲨鱼歌听两个小时 其实也就算了 那后来你就觉得 就跟小孩一起唱歌 其实还好反而不容易睡觉 那关于这个 副驾驻自顾自地的玩手机 像这件事情 我就跟我太太讲了 起码超过六年 从交往到结婚到生小孩 到现在六年来 我都在跟她讲叫她不要玩手机 奇怪你会想说 副驾驶玩手机 我又不用开车 你为什么管我玩手机这件事情 我觉得白天也就算了 尤其是她晚上的时候 像譬如说我太太之前 还在上班的时候 我都会去接她下班 接她下班的时候回家 那个时候路都黑黑的 她还在那玩手机 你会觉得一个手机 萤幕那个屏幕蓝光 其实我是担心她眼睛 受到蓝光的损害 我就跟她说以后你瞎掉的时候 我还要照顾你很麻烦 拜托你 原来背后最大的原因是这个 你要玩手机好吗 但是讲了六年 她还不是太听 最后我也放弃 我想说 我只能期待以后科技比较发达 如果她因为看那个眼睛坏掉 还有一些假眼睛可以用之类的 太好笑了 那不好意思你呢 因为你算是独生艺人嘛 所以你过年的时候 跟家人过的时候 最讨厌家人做什么事 但是其实我觉得 因为过年期间 大家都要正向一点点 像我觉得其实这五点里面 我觉得第五点就非常好啊 因为我觉得第五点 就是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啊 因为当你的 是你睡觉还是家人睡觉 当你的副驾驶坐睡觉的时候 你看第一个 他也不会装会指挥 他也不会尖叫啊 他也会 对他也不会玩手机 也不会抽烟 那或者说 也不会像跟爱大洋一样 他去干扰说你要听什么歌 所以 我每次上车的时候呢 其实有时候我都会 刻意把冷气开很强 因为当冷气很强 很冷的时候 人就会很容易陷入睡眠的状态 很容易陷入睡眠啊 真的啊 很强反而会想睡 真的啊 真的哦 所以有时候我每次 如果要载冷 我就是不想要听 就是副驾驶坐在那边 洗洗涼 然后我就故意把冷气开很强 那等到他们睡着的时候 我就可以沉溺在我这个 自己的这趟旅程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五点睡觉 我觉得我们不要说NG 我觉得这个行为就是超棒的 对不对 有一个我不能接受 我刚刚突然想到 就是 驾驶开车很辛苦对不对 有时候可能出去玩 附加帮他查个导航 你看着导航 然后讲路都可以报错 这个我不爱你接受 就是如果亲朋好友这样的话 我觉得 就你已经看了地图讲了 然后我自己常遇到啦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遇到 然后就错过一个路口啊 或者什么 因为现在其实Google Maps 什么很先进 对 不太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就是因为 我们知道车上导航不太好用 对 所以最好车上有Apple CarPlay 或Android Auto 对啊 直接投射在荧幕上面 你自己看就好了 对不对 会比较好 所以呢 如果说这一次 在春节期间 你是坐在副驾驶座的话 刚才讨论的这些NG的行为 大家可以尽量避免哦 所以让大家在春节期间 都会非常的开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苏花改 一月份的时候 已经全面的通车了 那相信呢 在春节期间 也会涌入大量的车潮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一些书运的措施 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呢 没错 因为苏花改全线的通车呢 应该可以算是在这个选前 最大条的这个新闻了 那我已经去走过一次了 我先讲这个时间啦 其实非常非常的 我觉得非常的棒 就我从台北进雪岁的那一刻 就是上国道5号之后 不是前面会有好几个短的隧道 最长的那条才是雪岁嘛 进雪岁的那一刻开始 一直到我出 出花改 就是我到 应该出花莲最北边算太鲁阁嘛 这样总长的时间 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哦好快哦 一个半小时 但我那时候是晚上 没有 其实车蛮多的 但不会塞 没有到停下来 所以我自己大概半年前有走过一次 就是有已经有开过一段的 那个雪花改 就是后段 你到花莲那边的时候 要还是有一些山路要走 大概是再多个 20到30分钟左右 所以我觉得 确实是蛮大幅的缩减这个时间 但是有几个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 时速非常重要 因为你从国道5号 接到苏花改的时候 很多人会忘记 苏花改不是高速公路 它是神道 所以它的速限是低非常多的 如果前面都没有车 你不要用你刚刚习惯 走国道5号的速度去接 会非常的危险 而且它有 目前几乎 全段都有区间测速 那它的时速限制是60公里 很多人会觉得 路好宽 然后而且它最长的这个隧道 非常好像叫观音隧道 非常非常的直 所以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加速 但其实你一定要走在限速内 区间测速非常的麻烦 但是是对于交通是正确安全的一个事情 那在春节的期间呢 其实因为 第一它单向 单线 那再加上又是新的路 可能春节处有很多人尝鲜 想要去走走看 所以可预期的 一定会有非常大量的一个车潮 那苏花改的车潮呢 几个比较麻烦的点 首先第一它会回堵 因为它是单线的嘛 所以在可能甚至往北一点到南方号那个地方 国道5号下来要接苏花改的地方 可能都会有比较多的车潮 附近的一些市区的道路 可能会比较拥塞 那再来就是呢 因为就刚刚讲的春节这个出游的长鲜 所以连带的可能雪岁的这个地方 或是国道5号 都会有比较多的车 所以就刚刚讲的这些配套的措施啊 替代的道路可以 大家可以去使用 但是我自己分享一个例子 我去 我走苏花改去花莲的时候 然后我去吃妙口红茶 前面有一些学生 他们在聊 他们刚刚坐客运回花莲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苏花是没有柯云的 你去那边唯一的方法就是坐台铁 那现在苏花改全线通了以后 有这个所谓的北花线 就是从南港跟板桥 我自己只有看到南港跟板桥 两班柯云直接到花莲 那他们我听 我在后面听他们 偷偷听他们讲话 他们说他们刚坐了三个小时 因为可能因为 这样也还好 我自己猜啦 可能在市区会稍微绕一点点路 那再来就是他的 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靠点是苏澳 对 就会在那边等客人什么的 所以当然没有你自己开车这么快 但是我要讲的点是 第一 这个客运春节有折扣的优惠 再来就是 反正你自己开一台车也是塞在苏花改 那你何不就搭客运就好了 你要睡觉就睡觉 就也不用省去自己开车疲劳 那我觉得 再来就是他的有一些路段是有限制的 所以有原本旧路 苏花公路的旧路 或许是你可以考量可以走的一个替代路线 那总体来说我觉得苏花改一定塞 过年一定塞 大家先提前找好方法 看搭客运啦 走不同的路线来去避免这拥塞车草 我觉得会是比较好 不过苏花改才刚刚全面通车而已 就开出了61张罚单 是不是因为他的速限太低了 60 没错这个冠宜你刚刚讲对了 已经开出了61张罚单了 那这个限速只有多少 60 那这61张罚单最高超速最过分的那一个人 你知道他超速多少吗 不知道 超速37公里啊 也就是他的车型速度是时速97公里 这就是刚刚智希讲的 把省道当国道开了 所以呢这几个地方呢 大家要千万千万的注意啊 尤其是这个在车速骤降的地方 他前面一定会有标示牌 前面一定会有标示牌 而且啊你不要不信邪 因为政府及警察要照相 有政府有规定 你一定要在前方150公尺之内 要有一个这个标示牌 前有车速取缔照相这个标示牌 所以当你看到标示牌呢 你就要小心啦 你就要赶快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速线已经降低了 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刚刚智希讲的这个 最出发改里面 最长的这个观音隧道里面 就有六支的照相机 那古风隧道有两支 东奥隧道里面也有两支 然后四月份 也是这个春节假期过完之后呢 将会全面的采用 区间测速的方式来进行 那我刚刚讲的雪山隧道的例子 之前雪山隧道的限速 也很低也70 现在已经提到了多少 90啊 然后时不时 这到底还广播社 你开快点开快点开快一点 所以当然 因为苏花改刚刚开通 在整体的这个度过了雍舍期之后呢 度过了这个危机处理的时间 度过了整个车流量的考验之后呢 或许呢这个公路单位 他会去做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来检讨来去研你看看 是不是能够将这个最高的这个限速来去做提升 我觉得提升到75 80算是比较合理 因为虽然它不是国道 但是省道的部分其实也很多 快速道路是可以提到70 80公里 甚至90公里的一个这个最高限速 那当然还是一切以安全为优先的出发点 所以如果说你们春节期间要去缩花改的话 记得要特别注意哦 还有如果说你在春节期间开车的话 到底车上有哪一些配备可以辅助你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继续聊 新世代车辆都有很多主安的科技配备 那到底有哪一些配备可以辅助大家 在这个春节出游的时候 让你的行车更加安全呢 乃哥 其实我觉得刚刚因为讲到舒花改 舒花改这个对我最有感 因为我一年大概去东部至少超过20次 而且我大部分骑大型重机 我就要走一般所谓的舒花公路 然后开车的话我会走舒花改 这一次新的舒花改我也有走 走的时候我就发现 这些主动科技如果没有上升 我跟你讲 你真的不要去走那个路很难过 你知道刚刚智希有提到 雪碎是我们目前最长的隧道 大概12公里 但是在舒花改 有观音段其实它是两个隧道连在一起 它是仅次于这个雪碎 你知道那一个有多夸张吗 因为它比雪碎还直 雪碎其实还有一点弯度 它是直直的 然后但是刚刚爱大也提到了 它不是国道所以它速限60 那你在60我开的时候我这样开 慢慢吐的时候 没有你知道我是为前面的车感到痛苦跟悲哀 因为我有ACC主动跟车 就算你没ACC我前面那台车 如果你有定速的话 你可以定速60 当然我有个距离 你可能定到65 70都不会被开发 对不对 但是我看到速度一下大概40几 一下50 一下60 一下40几 那代表它没有 它连定速都没有 所以开那一段十几公里 而且很值得路 它是辛苦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技配备 在这个地方 不管雪碎 还是这个就用得到 而且我走的时候是没有塞车 如果过年的时候 几个小时后 大家要开始走这个舒花改 如果你没有这个主动跟车的话 你可能在驾驶者的疲劳上 会比较增加一点点 但还好舒花改有两个休息站开放了 你可以就进去休息 一定要保持这个身体 这个精神状况很好的时候 你再去开车 即使你有ACC自动跟车 你也是要充分的休息 好 ACC是主动跟车 在这个地方就非常的好用 过年期间一定很有感 对 再来的话 自动紧急刹车系统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用的 为什么呢 尤其塞车的时候 对不对 我刚刚说我前面那台车 一下时速会降到四十几 你知道吗 当你知道在舒花改 其实是几个隧道 但是它有共用到 我们原本的舒花公路 也就是大家看路标的话 就是看到九丁 这就是旧的舒花公路 如果看到九号省道 这就是新的舒花改 大家照着这个牌子走就不会错 但是紧急刹车是什么 刚刚艾大说 有照相机会怎么样 前面会有 对会有一个警示 对不对 可是你进这个 所谓舒花改的时候 其实我去的时候 你很难去注意到 有这些照相机 可是有的人眼睛可能特别利 看到照相机 习惯会怎么样 突然紧急刹车 对 不管你有没有 那个塞车 就会有人不自觉 刹车灯亮了一下 那如果你一个不注意 或者你的这个精神状况不好 或者你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就像刚刚艾大提醒那些 你是三宝你都没注意的话 也许自动紧急刹车系统 会救了你一命 AEB 对 但是我说雪睡跟这个舒花改 都很长的隧道 车道偏移 警示或修正就很好用 因为我说舒花改那个隧道很直 它几乎没有弯 我们知道公路设计的时候 为了要提醒驾驶人 不让他容易睡着 可能在旁边会画一些图形 或用灯光的密跟广 来改变刺激所谓的价值 但是那个隧道真的直到不得了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 开始偏移的话 有这个真的不会跨到别的地方 尤其整个隧道里面 都是用录影存证 包括旧的舒花公路 也是用录影存证 你只要一跨双黄线 对不起 马上就是罚单来了 所以他有这个警示修正 除了安全之外 他可以节省你的罚单 那盲点侦测系统 我觉得是在塞车的时候 如果你要变换车道 就像刚刚智希说 如果你有从 就是我违规的人 突然插进来的时候 如果你有这样的侦测系统 就会知道说旁边有车做不该做的事情 提醒我这一个人 我离他远一点 其实也不错 没错 虽然有这些安全的辅助系统 还是要提醒驾驶人 这些只是辅助 绝对不能够取代你驾驶本身 当然如果你车上 不论有没有这些 新世代的主动安全的配备之外 其实车辆本身 健不健康就很重要了 当你要出远门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为你的爱车做好 健康检查 那到底有哪一些 在我们出远门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检查乃达 是的 看完节目睡个好觉 第二天就是小年夜 马上准备要出门回家过年 所以毕竟必然的话 要把车辆的安全措施做一切检查 当然五油三水前两天的节目 旁的老师已经跟我们好好的介绍过 所以记得水箱水要在这个 没有温度的时候才去做量 量水箱的水量 那电瓶水现在很多都是免加水电池 所以大家只要观察这个 免加水电池的这个视窗 颜色就知道这个电瓶的寿命 还有没有到一个程度 那当然因为像这个 如果你过年你常常开长途 有的时候啊 这车子在行驶在黄昏的时候啊 特别有这些蚊虫啊 会在这个挡风玻璃上面 密布的尸体 蚊虫尸体了 这时候雨刷水里面 你要添加一些这个雨刷镜 是相当重要的 当然你也不要添加的太浓了 那另外啦汽油的这个 这个油量一定要加好加满 对加好加满了 如果你是电动车 请你也充好充满了啊 有的时候可能你要去租一个发电机 带在车上 因为现在塞车一塞啊 你原本预计啊 你可以到的了的这个充电站呢 可是你还没到你电已经用完了 你只好弄个发电机在路边 先充满电台继续开啊 那上车发动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刹车系统先踩一踩啊 确定刹车是没有问题的啊 然后打到热车工作温度 再看看正常的水温啊 机油的油量 那都是必须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些检测 因为有一些检测其实是在 达到引擎工作温度的时候呢 才去做检测的这个油量才是贬 例如说变速箱油要在热的时候 你才去做检查 才是比较准确的 那当然也试一下你的动力方向盘 是不是还有功能性 不论你是这个液压棒補式的 或是电机棒補式的 都要转动一下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一些 异音检查一下 那最重要的啊 这个事情可能啊 油量不够啊 加中油买个机油 加一加水不够 赶快加一加汽油不够去加油嘛 电没有有去背发电机 都还有救啊 这些系统可能在你过年期间 如果才发现到这些问题的话 那可能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开你的车子 因为修车场过年也需要放假啦 基本上来令片的厚度 最起码要2mm 不然你的刹车可能会踩下去 踩2下3下5下 从台北开到台中 还没回到台南老家 刹车已经没了 那你就可能必须要把车停在台中 然后搭这个客运公司的车子 再回去你的老家了 那车灯的部分尽量去做检查 有坏损的车灯呢 那去把它修复完毕 因为呢过年期间很多 不上路不开车的人都开车出来 其实如果没有灯号的一些警示 这些人可能没有办法去 造成一些误会的产生啊 免得又在路上打架啊 或者是发生意外事故等等的 最重要是胎纹跟胎压侦测 对 轮胎好重要喔 因为很多老车没有胎压侦测器 所以请你确定好你的胎压是在安全的标准范围上下 然后胎纹的深度最少要有1.6mm 那其实我们在节目中也教过了 你拿这个硬币去测量一下 如果你拿这个蒋公的这个头像的下面下缘 如果你的这个10元1币插下去啊 已经不到10的状况 表示你的胎纹深度已经不足够了 其实这里还有一点没有写到 我觉得是这个轮胎的这个出厂日期啦 有一些车子真的平常没有开 只开过年的 它的轮胎所以磨耗得非常少 但是它的轮胎可能已经是化石胎 有5 6年的寿命都已经硬掉了 这个时候在高速公路的长期的行驶状况之下 很容易发生爆胎的意外事故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过年期间到底有哪一些行为 可能会让你的荷包大师写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我们常常在春节期间开车的时候 塞车的心情就已经不是太好了 可是如果遇到有一些不良的驾驶 可能要排队明明就要排队 可是它就硬要插队 或者是不按照规定来的话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给它开阀呢麦斯 没有错 因为我觉得春节期间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所谓插队这个问题 我觉得最重要的心态 应该还是将心比心 因为你载着你的一家大小 你想要早点回家去 那相对的人家也想要早点回家去 可是因为在春节这个运输量就是这么大 所以难免的一定会有一些交通主射的状况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排队这是一个最快的方法 可是因为你也想要早点回去 我也想要早点回去 可是你在过年期间 你试试想想看 如果说你是一个被插队的人 相对来讲你心情一定会不好 对 那如果说你是那个插队的人 你可能要去对对方想想看就是 那我也排了这么久了 我为什么要让你先走 对 那可能你在还没有回家 就是看到你的父母亲的时候 或者说一家团圆的时候 你可能这个心情上面就受到了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点就是说 当然是跟荷包有关系的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在这个国道的这个所谓的 扎道口来讲的话呢 常常会有所谓的这个插队的情况发生 那会拔多少 衍生出来呢 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交通事故的这个东西 那在国道来讲的话呢 你只要有这个所谓的台阶上 KLan ein Baş流行的 我们下́rs 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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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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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tss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